大家好 我是大伟 肩颈上面的问题我都研究了十多年了 无非就是这三种 第一种就是我们的肌肉疆韵 常见的就是一些不良姿势导致的 你一摸这个肩膀一捏 里面感觉有一些筋节筋块就在那里咯噔咯噔的 第二种是筋络不通气血不通 这种其实说白了 它是摸起来以后你的整个肩颈后背容易发凉发寒 第三种就是我们的这个颈椎 椎体当中的一些小椎体发生了一些错位 导致了我们里面的某些神经受到了卡压 最经典的就是常见于我们手上 在某一个姿势之下最容易发生发麻 而且手上还会出现一些感知性的一个下降 这些其实通通都是颈椎上面的问题 但是我今天教给大家的一个动作就够了 这个动作源于道家叫做螺旋气顶法 其实说白了就是通过一个螺旋的镜 打开我们的颈椎 打开我们肩颈上面的一个通道 那么也有一个非常好记的名字 叫做领毛巾 非常好记 所以我马上会把这个动作交给大家 大家如果跟我说我做完以后 感觉这个动作确确实实给你带来了帮助 一定要在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两个字 这两个字可以帮助更多的人 同时建议大家把这个视频收藏下来 以免以后找不到了 好了话不多说 直接开始教大家这个动作怎么去做 我们先讲一下这个动作的架子 这个动作非常的简单 双手先侧平举 然后一个手是指尖朝向上 手面朝向我们的自己 是这样的 往上去摆 一个手是指尖朝下 同时也是掌面朝向自己 把这个动作给摆好 这里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点 就是我们一定要记住一点 我无论是哪个手指尖朝上 我的面脸都要去用眼睛去看上这个指尖 来做个示范啊 我左手指尖朝上 我的眼睛就要看上我的左手指尖 同样 我的右手指尖朝上 我的眼睛就要看向我的右手 所以无论哪个手 只要指尖朝上 我们眼睛都要盯着它看 好 把这个架子摆好 以及这个核心的定论啊 给它掌握了以后 我们开始做啊 你看 来 一 好 用我们的这个手指尖啊 贴着我的面 另一个手呢 去摸我们的一个腰往上啊 越往上越好 你自己去看啊 能摸到哪里 摸到哪里 好 把这个动作摆好 转 头叫转过去了 因为我们现在是右手直接朝上了 眼睛看着我们的右手 好 尽量什么呢 尽量转到一个最底啊 螺旋径嘛 一定要是旋转 像领毛径一样 好 来 回 一个手摸我们的额头 一个手摸我们的腰往上啊 这个位置啊 摸好 好 回 再来 转 好 转到你的极限 手伸直啊 来 一 好 回 这个动作一定要慢啊 不用做很快啊 我们来 二 好 三啊 就这样反复的去做 做完以后你会有什么感觉呢 你会感觉啊身上非常畅快 活动一下后背 活动一下颈椎都感觉很舒服 很多朋友在反馈啊 做的时候 特别是啊我们在转动的时候 就感觉啊我的后背啊 我的颈椎有一根筋啊 就感觉在这里扯着 不让你去完成这个动作 其实啊这个就恰恰好达成了一个锻炼的效果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筋啊太紧了 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啊 它就像一个绳子一样拉着你的手不让你做 但是呢你只有把这个筋啊给它撑开来 把这个筋啊给它打开 那么这个时候呢 里面的气血啊 经络都会通畅 所以我们每天啊就这样去练习 好 回 头 再转啊眼睛朝着我们手指尖朝上的这个位置 来一啊就这样反复去捏啊 我们左右摸额头算一次 每天坐上一个20次就够了 坐完以后啊一定要感觉啊额头上面稍微有一些出汗 然后呢这个肩颈啊后背活动起来会感觉特别的轻松 那么这个时候你的动作的细节应该是掌握到位了 好了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把这个视频转发并且分享给自己身边的朋友和家人 你的一个小动作会帮助更多的人 我是大为感谢大家的观看 没有关注的记得关注一波 在这里大为会为大家分享很多你平常见不到的养生好视频 谢谢大家